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主与你们的心灵同在, 共读圣马古福音。 主与我们的福音。 那时候耶稣回到来家里, 群众又聚集来了, 使他们连饭都不能吃。 他家里的人听到这消息, 便出来要去留他, 因为他们说他疯了。 从耶路撒冷下来的经师们说, 他身上负责贝尔这部, 又说他是在借着魔王取魔。 耶稣把他们叫来, 用比喻对他们说, 沙滩怎能驱住沙滩呢? 假如一个国家自想分赠, 那国就必灭亡。 如果一个家庭自想分赠, 那个家庭也必定破碎。 赏着沙滩起来自想攻击分赠, 他就站立不住, 必要自须灰灭了。 没有人能够撞进一个装饰的家, 抢借他的财务。 他必须先把他把那壮士滚绑起来, 才能抢借他的家。 我实在告诉你们, 人所犯的一切罪, 连所说的任何 犀毒的话都可以得到赦免, 但是谁若 亵渎了圣神就永远得不到赦免, 而且是犯了一个永久的罪。 耶稣说这话是因为他们说 他身上负责谢谋。 耶稣的母亲和他的兄弟们来了, 站在外面, 托人去叫他。 那时候, 群众真为坐在他身边, 他们对他说, 你看你的母亲和你的兄弟在外面找你。 耶稣回答他们说, 谁是我的母亲, 谁是我的兄弟。 然后, 怀侍坐在他周围的人说, 你们看, 这些人就是我的母亲, 我的兄弟。 那举行天主旨意的, 就是我的兄弟, 姐妹和母亲。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其实, 如果你看今天的福音, 有两个部分好像没有关系的, 因为一头开始跟结束, 就是讲到他的母亲和他的兄弟来找他, 然后中间的部分是讲到那些经师对他说他是借着魔鬼去做取魔的。 其实有福音很多时候他是这样子写, 不是说没有关系, 是要给我们知道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因为第一个部分, 他开始的时候, 他福音说, 他连饭都不能吃, 忙到不能吃, 因为很多人找他, 一直找他, 一直找他, 有时候不能休息, 不能吃。 很多人就说, 这个人疯了, 因为连自己都不要照顾, 不要吃, 不要喝。 当初那些人真的是, 只是没有想到别人是想到自己, 不是说不好, 一定要照顾自己先的, 如果我们不照顾自己, 我们去照顾别人, 但是他们不了解, 他们不懂, 耶稣不只是人, 他有人性, 他有天主性的, 所以他不吃也无所谓, 因为他虽然他是人, 他需要吃, 但是他也知道哪一个比较重要, 我们在教会服务的我们也知道, 当我们忙起来的时候, 有时间吃吗? 没事没有。 那些我们有大节日, 有什么节目, 每次要来这里准备, 做很多东西, 有时间休息吗? 有事没有。 有得吃吗? 没有。 但有些神父忙到, 连上厕所都没有时间, 要喝一口水都不能。 所以, 当我们忙起来的时候, 难道我们真的是疯了吗? 没有。 不是, 是因为我们是为别人而服务, 为别人而牺牲, 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被造教的。 那天主的命令也是很清楚的, 是叫爱天主, 爱令人如爱之一样子。 如果我们爱天主, 爱令人, 我们等着就会去为他们而服务的。 疯不疯, 就是每一个人, 你自己, 你看我, 我疯了, 然后我就没有办法, 但是我也是, 这是我的圣灶啊。 当当时, 他们觉得疯了, 因为这个人已经不管自己了。 然后为什么中间讲到魔鬼那个部分呢? 那时候如果讲到疯, 只有一个原因罢了, 魔鬼已经上升了, 他们才是会疯的。 那时候他们的想法, 现在我们想到不一样吗? 疯可能有很多原因了, 但是他们说, 是因为这个人有魔鬼在他身上, 所以他才做这样的事, 他不管自己, 他只是, 另外一回事就是, 那些经师们, 他们看到, 看到不顺眼了, 因为耶稣, 很多人去找耶稣, 没有人, 没有人找他们了的。 耶稣来之前, 他们就是老师, 他们就是医生, 什么事情, 他们群众会去找他们, 现在全部去找耶稣, 因为他们是没有权利, 没有对面, 什么都没有了, 这个是因为妒忌, 自己认为没有以前的身份, 就觉得自己没有价值, 其实是不对的。 所以你看他们, 这些经师就是妒忌到, 他们真的是把耶稣, 丁带子加上这个原因, 因为他们不想, 失去他们的权利, 他们的地位, 我们现在, 如果我们有这样的, 妒忌的状态, 是要小心, 魔鬼, 魔鬼就是来, 分散教会的, 圣神就是, 团结合一的, 所以耶稣最后还是讲嘛, 如果一个国家是, 他们是, 在朝里面已经, 朝了的是没有用的, 没有不能结合的, 我们团体也一样的, 其实这个不是很, 不是现在的问题而已, 从以前到现在, 还是一样的问题, 我们也知道, 我们也应该承认的, 我们教会就是, 不能团结, 是因为, 我们有这种的态度, 独际, 不爽, 愤怒, 就是觉得, 这个人, 为什么他这样子做, 但我的身份怎么办, 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自己的能力, 自己的才华, 就是要把团体发展起来, 我们问题现在是, 很难就是, 我们只是想到自己而已, 所以耶稣, 给我们一个好的榜样, 就是, 不管这么人也好, 我们也在为他而服务, 为他们牺牲的, 我以前, 我听这个道理, 我也是讲到, 要牺牲, 关于牺牲的, 这件事, 因为, 耶稣牺牲了他的时间, 牺牲很多东西, 我们, 时间也是有珍贵的, 不要讲钱, 时间比, 钱永远珍贵, 钱可以赚回来, 时间不能够赚回来的, 过了就过了, 所以我们就是要, 为了要保护自己的时间, 就是说, 我的时间, 我不要给别人, 但是如果我们要真正, 根据天主的命令, 一定要牺牲我们的时间, 那个是很重要, 所以有时候, 有时候, 我有朋友, 看到我这样子, 也是说, 我也疯了, 因为我有时候, 我真的花很多时间, 为每个人服务, 但是他们是, 我到他们是担心, 好像耶稣的母亲, 也是担心他, 没有吃, 没有休息, 但你有一天, 可能会病的, 而已, 这两个部分, 有关于什么, 就是关于圣神, 还是关于魔鬼, 耶稣讲到, 很重要一点就是, 谁亵游圣神, 是永久的罪, 因为他是, 天主子, 如果, 经济说, 他是, 借着魔鬼的权力去取谋, 那倒他是魔鬼来的吗? 他是, 天主子, 他是用圣神的权力去取谋, 用自己的权力去取谋, 不是用魔鬼的, 犹太人是因为他们妒忌, 用这个原理来讲他, 而耶稣就是说, 你们犯什么罪都能够赦免, 只是你讲, 你讲我关于这个点, 戒毒圣神, 那是不能原谅的, 而如果我们每个人, 领受了领见证证事, 我们已经领受了圣神, 每个人都有圣神, 不是魔鬼, 如果我们有圣神, 我们应该努力的去团结, 不是分散团体, 他就是要告诉经事说, 你们如果继续这样子讲话, 你们的罪永远不能赦免的, 我们犯什么罪都可以, 但是我们要记得, 只要我们一次, 举求圣神带领我们, 我们永远不会走歪的路的, 一定会走向天主之路, 那我们就举求圣神, 一直提醒我们, 给我们力量, 做一个好的榜样, 让团体能够好好的团结, now the gospel today, there's two different parts actually, one talks about, or rather is bracketed, the first part and the last part, bracket the middle, so it doesn't seem very connected, the first part and the last part, talks about the relatives, and mother, and the brothers and sisters of Jesus, coming to see him, and in the middle, this part about, about Jesus using the power of Satan, to drive out Satan, so it seems very disconnected, but if you look at it carefully, in the first part and the last part, it says, the first one, everyone says, that Jesus has gone crazy, because he ignores his needs, and sees to the needs of others, and at the end, he qualifies that to say that, because he says, who is my mother, who is my sister and my brother, he says, whoever does the will of my father, is my mother, and my brothers, and my sisters, so in the middle, because he talks about, the use of Satan, to drive out Satan, now if Jesus, when he drives out demons, and heals people, using the power of Satan, that is actually not very logical, because number one, because they did not know, he was the son of God, so darkness and light, cannot be together, so if they say it out of jealousy, because they have no more power, of the people, they have lost their popularity, people go to Jesus instead of them, so they use all kinds of things, to make accusations, but Jesus says, if I use the power of Satan, how can I drive out Satan, the enemy cannot drive out the enemy, is not possible, only light can drive out darkness, and so when you talk about people, us who are serving in the church, we use the Holy Spirit, to serve the church, to serve the needs of the people, not to use the powers of Satan, because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unity and division, Jesus clearly points out, the division that the devil can cause, but the spirit is the one that unites, which is why he says, he gives the example of, a kingdom divided cannot stand on itself, and a house that is fortified, cannot be robbed, unless you subdue the person inside, so he's making a statement that, the devil cannot unite, and if Jesus heals people, it is for the good of the person, so how can you use the devil for good, it may happen, because sometimes, the devil can tell us to do something good, that can lead to evil, which is why we need to always be careful, to remind ourselves, that as long as we are doing the work of God, we are doing the will of God, and for all of us who have been confirmed, with the sacrament of confirmation, we have been fortified with the Holy Spirit, that is the one, that will always remind us, that we are agents of unity, not division, we serve the church, because we want to give the people, the best that we can, not because of for our own glory, and the fact that, we sacrifice so many things, not because we want the fame, although some people do want that, but because we know, that this is the will of the father, for us to love him, and to love others, as we love ourselves, so, it is, the main point is abou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having, the devil in us, or the spirit in us, if we have the Holy Spirit in us, he will always lead us, along the right path, the devil will always use, whatever way, to lead us away, from God, and that causes, a lot of division, so, we need to keep in mind, that, we all need to be agents of unity, and not agents of division, because otherwise, if all of us, were to become agents of division, then the whole church will crumble, but if we continue to be led, by the Holy Spirit, then our community, will truly thrive, and the world can see, that it is truly, the body of Christ, peace.